布鲁克已藏款战利大米 我 战利十一万八千 我 战利十二万一千 让一让 让一让 都给我让一让 老子战利十五万 起害 起害 都给我起害 一擒扎 去 我们都是积木人 你一个软胶人跑来凑这么热闹 谁说我没有积木人了 哇 还真的是 布鲁克齐一万十一弹 不止诺雅 那个瑟瑟的双形态也跑来九局了 布莱泽 黑暗扎机 梅菲斯托 这一弹阵容相当的豪华 而且 尹藏款居然都明示出来了 黄金配色的诺亚超弹生形态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起见识到 这宇宙第一道光的样子 这么强的战利居然还给配了特效 诺亚富江武特呀 你图现画着这一弹所有的角色 啊 原来金色诺亚在贝利亚银河帝国就有过登场 那今天能不能再重现一次呢 哦 有希望 一盒就抽到了幼年形态 不识布鲁克我都不知道 奈克斯斯居然还有这么多细节 武装刀刃左右闭上一边一盒 配件包里还给了十字射线风暴的光束 新角色的待遇果然不一样 我吃有点歌手啊 该不会 布莱泽 万众期待的角色终于登场了 头雕上蓝色晶体是单独的组件 就连背甲的细节都有还原 手拿螺旋光刃 来 摆一个帅气的姿势 准备阻击击怪兽 这就来了 反派黑暗没位自托 深邃的眼神黑地也太彻底了 加上脸上都挖的纹理 你不算中期反派大boss 简直都没天理啊 正好 奈克斯斯天理还大 第四盒 只有地台没有支架 不好 唯一的怪兽也来了 阿斯加龙 网上有句话 布鲁克怪兽才是主角 看到他之后我是真的信了 这厚重的铠甲从头武装到脚趾啊 不对 是武装到牙齿 不太妙啊 光着拿起有些极其可为了 赶紧来帮手啊 什么情况 反派连着出 阿姆索留特太坦 武器正手标枪 捆手巨箭 最有意思的是 我终于见识到面积下的你 长啥样了 一脸的金狗不可思议 这是被我们的诺亚大大 给吓傻了嘛 红色的 塞罗 野性爆发形态 我那个天哪 曾经暴断小金人的榴弹设计 做成光手家效果也太差劣了 太坦 吃我一摸 不是吧 刚解球案又来一个 黑暗扎机 全身剩下一抹黑 连血红色的眼睛里都有黑色条纹 真的 背部有插口 可背钱包里没有东西了呀 难不成和谁还有组合的玩法 Nexus 蓝色成年形态 终极光剑风暴 右手的武装也计划成了全新的光剑武装 对付赤手风险的黑暗扎机刚刚好 受死吧 最后一盒 又到了极东人心的时刻了 为啥每次都这么巧 所有的武器馆都出来亮过相了 只剩下主角诺亚和黄金隐藏 这玩具居然还会自己吃脑节目效果 让我抽抽你是谁 谁 是 封面款的诺亚 手上拿着是诺亚低火 曾经一拳送黑暗扎机上了外太空 破坏力超强 听说光火焰温度就有一兆度 你完了你完了 这下还不快会输手就进 黑暗扎机 我就说光着大军不可能输 这下好了吧 反派被团团给围住了 虽说没有抽到隐藏款 但普通款的战力就已经可以灭压一切了 来必须得安排一个专属的收纳盒 兄弟们不好意思了 今天的C位是我的啦